泉州的东海泰河广场现在已经像个鬼城一样了 一楼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人影 二楼和三楼更不用说了 这简直就是整一个惨自了得 按理说这附近也是有居民去的 怎么会让商场量成这样 那个中郡世界城至今都非常火爆 泰河广场不知怎么的就是繁荣不起来 走在这里还真是有点吓人啊 如果我当时没有上大学就好了 我是广州大学211毕业的 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一直是个待业状态 我现在房子也要到市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读了这么多书 也考上了一个教委比较不错的学校 本来预期可以月行过万之类的 那让我去干三五天的工作 心理上就会有些适合 要是我没有上大学的话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当服务员 当客服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进退两满 大家都以为李宁厚在整顿职场 可我连职场都进不去 简历是改了又改 投了也有上百份了 现在我真的在认真考虑 要不要找一份销售工作 或者回家靠工 毕竟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改变不了大事 就只能改变自己 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只能低调就业了 真的没有想到 二要要毕业的我 连最基本的生存 是养活自己都很难 现在还想着如何去报答 悟母的养育者 未来真的好迷茫 北上广深的很多制造业工厂都开始倒闭了 知道吗 深圳的他们一线城市的什么江镇户 这些地方的工厂都是不容乐观的 以往工厂的总是招不到人 现在这种情况的完全颠倒过来了 许多工厂不仅不招人了 反而连订单都寥寥无几了 很多工厂的老板一睁眼 就面对几万块钱的固定支出 房租 水电 员工工资 每一项都是不能拖的 压力比山大 不少老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想着把厂子卖掉算了 制造业一直以来 都是为社会提供了超过一个亿的就业岗位 如果说这些工厂大规模倒闭的话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许多工人的背后 家庭将会失去保障 他们的生活将会陷入空间 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都会带来激荡的冲击 制造业的老板们 你们感受到寒冬了吗 我现在在威海高区九龙会购物广场 前面那个楼就是九龙会广场的楼 一共就三层 人很少 而且这个商场本来就挺小的 比汝山九龙会还要小 更别提威海九龙城 龙城九龙城和文灯九龙城的 这个应该是九龙系列里面最小的一个商场了 不过高区这边啊 人本来也不多呀 我现在这个位置啊 是在这个商场旁边的 也是九龙会弄的 一个商业街叫东发潮街看到没有宣传标语还在那呢 应该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弄的 然后这个商业街啊 挺有意思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商家老板啊 就吐槽这里 公司招到商之后啊 就不管了 也不给宣传了 弄的这里从头到尾 从开业到现在 就没有多少人过来 消费 所以那些老板 根本就不赚钱 就在这看 就在这空摊开了几天 然后现在是十一月份了 我这看了一下 一个商铺都没有了 全部荒废了 只剩下了这些冰冷的建筑了 这些一个个可可爱五颜六色的小房子了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灯条还在这里 但是没有人了 真无语啊 我感觉这里比文灯那个文乐坊夜市还惨 那个文乐坊最起码人家火了几天 这里好像就是一天都没人来 在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 找份工作到底有多难 我今年三十岁 一个在成都打工的东北人 失业快半年了 刚开始失业的时候 其实我没怎么着急 想着自己毕竟还有着大厂的工作经历 找个对口的 应该不会太难 但现实啊 却狠狠抽了我几个大嘴巴 整体大环境不好 所有大厂都在疯狂裁员 没有裁员的也都关闭了招聘通道 认清现实后的我也降低了要求 但现实依旧残酷 薪酬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 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 明明写了7到12K 但疑问底薪3500 其余的就是电销 客服和催收 更可怕的是 不仅工作岗位变少了 竞争的人还变多了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有1179万 我不仅要和同龄人认真 还要和年轻人认真 可能会有人觉得我是在制造焦虑 也可能有人会说我是眼高手低 那吉祥三宝 铁人三项 先干着嘛 骑驴找马 总好过你在家待业 你就是放不下身段 其实我还真不是这样 我是真怕自己本想着拿这些职业去过度 可一旦送上了外卖 开上了网约车 就没有回头路了 人们常说失业是人生的转折点 怎么转折还是要看个人选择 七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 选择大于努力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发了个视频 说在淮安融墙买了108万的房子 现在直接降到了60万吗 亏了很多 那好多人就给我留言说 跟我一样的状况 你们知道淮安今年 有多少人实业找不到工作吗 其实淮安的现状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 但是你们出去看一看 你看每条街 基本好多都有出租转让的店铺 尤其是那些大型的商场 以前火爆城都再也没有了 甚至到了整个商场 萧条空到那地步了 而且现在小公司好多的倒闭了 大公司也裁员较薪 大部分失业以后 没有其他工作可以闲着 好多人都会去坐网约车 送外卖 跑快递之类的 去做个过渡 而且淮安现在基本上 已经属于低收入 高消费的城市了 消费非常大 陈寧安现在一份普通工资 基本上是养不了全家了 所以顶着生活的压力 不得不去赚这份工资 把自己活成了工具人 下班不敢逛街 不敢出去吃饭 物价还趁趁的往上涨 你去一趟超市的话 没有200块钱 真的基本下不来 现在菜价比售价都还贵 睁开眼 每天一家老少的花销 就特别高了 一个人的工资 现在只能解决一家人的 温饱问题 更不要提那些车贷 房贷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家庭 男性女性 全家老少都在外面工作 现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 还有我们这些小个体工商户 面对的城镇压力更大 收入和支出完全不成正比 继续干了又干不好 不干了又没有好的出入 所以大家都在这 勉强维持的老板 这不亏本就行了 这日子能还能过得下去就行 其实这应该是大部分的处境了吧 现在不是我们不努力的事情 还是大环境真的就不好 这个世界上 其实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像我们都会被生活打得措手不及 甚至是遍体另伤 像今年各行各业 真的都达到了保护状态 过度力卷 甚至还过剩了 就拿我们美业来讲嘛 上半年倒闭的美业将近有50万家吧 在剩下的成果的门店里呢 门店业绩能达到2万以上的 真的连20%都不到 其他行业呢 就更不好过了 比如餐饮啊 倒闭率就更高 女装呢 线上退货率 现在都达到90%了 装修公司呢 更是客虑无收 听说中国的那些纸钻啊 自销没卖出去的 各中国接下来新房子10年的贡国量 当各行各业都不好做的时候 从老板到打工人 全部陷入焦虑 一片人人自卫的状态 我拍这条视频呢 不是想让大家就感到内耗啊 或者难过 反而我想说 你们珍惜自己的每一天 还有健康的人啊 别抱于国家 因为祖国没让我们陷入战乱 人这一辈子呢 真的会经历很多很多 爷爷奶奶那辈子穷的 都啃到素皮了 但是好像爷生了好多个孩子 一个个都能长大 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个年代 穷的念书的念不起 但是好像也给我们提供了 很不住的生活 一辈呢有一辈的压力 一辈呢也有一辈的幸福 不要焦虑 真的我们总会越来越好的